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大讲堂 我们继续来进行走向辉煌这个系列 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呢 来自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教授 为我们讲述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 在红军发展的过程当中 经历了很多生死的考验 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湘江之战 恐怕就可以这样来说 我们首先还是欢迎来自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教授 欢迎金教授的到来 为什么说湘江之战对于红军 是事关命运的战斗呢 因为它是红军长征的路上的四道封锁线的第四道 那么也是其中最严酷的这道 而呢我们在做一个总体的这种描述来看呢 前三道封锁线 红军在突破的时候呢 老蒋总体准备不足 第四道封锁线它的严酷性就是说 蒋介石亲手布置的 当时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呢 蒋介石在近代搞了很多围剿红军的计划 像湘江战役这么完美的 还是几乎没有 而呢像湘江战役就是宫中红军处的这样的险境呢 我们在以前呢也没有 哪怕第五次围剿 红军也是在逐步的收缩 但是在湘江确实是距离险境 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境地 当然这个在这个危险的境地中最后解脱这个危险 其中的变故很多 就是足以看出中国近代的这种军阀政治也好 和这个革命斗争交织在一起 它的这种剧烈的演变 我们说呢就当红军进行这个战略转移 就是长征开始 当时不叫长征最初叫西征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 和军事顾问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 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党中央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进行战略转移 当这个长征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讲了白中喜早有准备 他知道红军要战略转移 大致的方向差不多 陈继堂早有准备 陈继堂是来自于白中喜给他的提示 他也是早有准备 白中喜呢 我们前面讲过了 他在蒋军中号称小诸葛 陈继堂的这个绰号呢 地方实力派 南天王 绰号是南天王 广东的地方实力的头子 而呢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 就中国近代的枪杆子政治 你像是蒋介石 何寅清 是属于优等生 陈继堂属于中等生 成绩不太好 陈继堂属于略等生 陈继堂这个略等生 我们之所以说他属于略等生什么呢 他班上最后一名 你说你班上考试最后一名 你不略谁略啊 对 学习成绩很差 他当时在广东这个陆军小学里面的时候 他的正步还特别差 我们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踢正步很难 踢正步要做到标准规范很难 动作协调 姿势挺拔 做到这步很难 陈继堂就是这样 正步非常差 每次出操 只要会操 班里都把他藏在宿舍 你不要去 你就打造卫生 太影响 你把影响整个集体的中心 影响集体成绩 班里考试最后一名 成绩很差 然后等到他们班毕业的时候 陆军小学毕业的时候 毕业住酒的时候 大家都像这个班里名列前茅的一个叫梁安邦的 你看这个名字很有力 梁安邦 安邦 都像他住酒 班里学一成一第一名 都觉得梁安邦将来前程远大 梁安邦当然许 他在他们班里和陈一堂同一班 成绩好 大家祝贺 他也确实又喝了酒 飘飘然 他说呢 不光我好 大家都好 大家都会很好的 除了柏南以外 陈一堂自柏南 后来呢 当时呢 有些同学不太服气 就是陈一堂这个人 他比较有潜质 说说安邦啊 你不要小看了柏南 然后呢 梁安邦当时借了酒劲 讲句话 说柏南将来有出息 我提的提席子 结果最后 我们说这个局面就是这样 陈一堂千辛万苦 在军阀政治中纵横百合 利用各种各样的势力 有提携他的 有他利用的 有利用他的 最后他成为广东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包括连他的前辈 全部都赶走的赶走下野的下野 他是广东首屈一指的人物 这时候他的老同学 梁安邦来找他来了 梁安邦一事无招 没有一个职务来找他来了 当时梁安邦来找他很丧气 第一话就是柏南兄 我跟你提起来了 陈一堂也还可以 给了他一个拆缺 给他安排了一个 就安排了一个交通团的团长 但是陈继堂做事也比较绝 安排了交通团的团长 团长一当就八年 不予提拔 他不提拔他 他还是耿耿于怀 这个劲儿 就是我们说的 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也是军阀政治中的幸存者 也都是熬练出来的 我们说不说具有火眼惊惊 但是也是十八般武艺 怎么保护自己 怎么扩大势力 怎么防备 怎么不要让别人把自己寝施了 这套本事 一个一个都不差 所以说当红军战略转移 开始的时候 陈一堂一个最直接的反应 就是怕红军进入广东 他一看这个布市 北部中央军的力量很强 陈城的前线总指挥 望南压 望南压压到哪来了 江西干南一压就是广东 蒋介石为了稳定住陈一堂 还给了他一个 第五次围剿的南路军总指挥 陈一堂当时的考虑 既要阻止红军 也要阻止蒋军 所以说南路军 既然老蒋伟人 他为南路军总指挥 你不得不干 你得干点事 你也得往前拱一拱 作战 他作战 他还是采取了两面的手法 作战行动很有限 他往前伸一伸 一旦伸到就是赶南 占领了军门岭 军门岭这个地方 实际上当越军占领军门岭的地方 红军是主动撤出的 红军原来做了这么一个布施 想围歼越军一部分 军门岭是 就是红军的苏区的南部的重镇 南部的大门 军门岭丢失对苏区南部威胁很大 当时主动放弃军门岭是什么意思呢 准备在军门岭往苏区通的道路上设服 让越军进来 然后 歼灭他们 陈济堂他没有这个意思 陈济堂占领了军门岭就不走了 不往前走了 他没有说深入苏区以红军决战的意思 他是向老蒋交差 所以他占领了军门岭就像蒋介石发联保 取得军门岭大捷 部队原始不动 老蒋就给他传令嘉奖 赏银五万 鼓励他再往前打 他再不再往前打了 老蒋叫他指导会昌 就你再往前攻 把会昌打起来 陈济堂没有指导会昌 而是请来了过去的死对头 由小诸葛之称的贵军主将白崇喜 白崇喜在陈济堂的高级军官会议上 判断出了中央红军 提将战略转移的时间和方向 陈济堂在面对蒋介石的命令 和红军突围的压力下 他又如何选择呢 白崇喜对陈济堂有很大的提示 红军将要很可能借到广东湖南这么走 那么陈济堂当时就一个念头是什么呢 就让红军过境 就千万不要进入广东 让他过去 所以说从他占领了军门领开始 到三四年七月 陈济堂就千方百计 想办法和红军建立联系 当然和红军建立联系 这是很敏感的事情 对所谓说杀头的事情 通敌啊 通敌啊 这是很敏感的 虽然身边蒋介石控制不了那么多 地方军阀有地方军阀的实力范围 但是陈济堂还非常谨慎 他最后呢 七月份跟红军联系 九月份跟红军建立联系 谈判的时候 他不让他的第一军 就约翰谋那个军去谈 他觉得约翰谋不是很亲信 他让他的第三军 第三军是亲信 第三军挑了两个师长 再找他一个代表 去红军秘密的接触会谈 这个会谈的范围都非常小 就是弄两顶轿子 秘密把红军的谈判代表接出来 谈判代表就是何长弓 潘汉年 接出来 接到这个越军的防区 秘密的谈 谈的就说呢 怎么样想办法呢 减少双方的损失 主要还是陈济堂考虑是为他自己的利益 对 他说你 说他通红军通共 他倒不是 他主要为了保住他广东的利益 双方谈判达成这么几个协议 秘密的协议 当时规定 秘密的协议 不以协议文本 我们现在达成协议 协议文本 双方签署 不是的 双方签署容易被 就落下自己 对 容易被对方抓住 留下证据 留下证据很麻烦 就双方的协议是口头协议 双方互相以笔记本的方式把它记下来 你回去向周恩来 向朱德 会报告 我回去向陈济堂报告 五条 第一条 就就地停战 第一条 第二条 互通情报 互通情报说 有限的也行 无限的也行 无限就告诉你的 你的频率是多少 你的简单的密码是多少 我们俩设立一个密码 我的频率是多少 通信 第三个 解除封锁 陈济堂说 对苏区的言 不批 封锁 都不要封锁 可以通 第四 相互协商 就是红军 你可以在我阅军的背后建立 你的后方医院 你的商务员在我后方医院养病 都可以 你看条件还比较宽宽 关键还有第五条 就必要是可以互相借到 最关键是第五条 可以互相借到 等于是放行了 对 我有事 我越军可以到你苏区一去 你可以借我一条 倒走 咱俩不要打仗 其实越军他不会到苏区的 关键是红军要借到 红军要西征 当长征才是要走 陈济堂的目的 也是为了减少他的自己的损失 对 关键 所以第五条 就必要是可以互相借到 但是呢 双方是有行动的时候 事先告知对方 然后呢 告知之后 就说红军通知我 我的部队后撤二十里 让出来 把路让过 让出来 所以说呢 这双方达成的协议 对于我们这种 红军长征开始啊 有非常大的帮助 当然这个陈济堂 我们也陈济堂达成协议 是非常保密的 这真是我们不曾看到的历史 对 谁都不知道 这段秘密 掩藏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老革命家 何长工同志 何长工同志写回忆录 才披露了这一段秘密 陈济堂是死也不会说的 八十年代中期 何长工同志回忆录 非常详细的写了这一段 就红军怎么和陈济堂达成了协议 但是呢 当时八十年代中期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何长工同志的回忆录 老同志的回忆录 发行量不大 而且呢 何长工的回忆录也很厚 这一小段呢 就最有价值 这一段是价值量很高的 含金量很高的这段呢 只是在回忆录中的一个小部分 真正你要看到这个书 翻到这部分 你才能够了解 那翻到这部分的人也为数极少 所以虽然在八十年代中期 何长工同志在回忆录里披露了 到九十年代中期 对大多数人来说 陈一堂给红军让路 依然是个谜 仍然是个谜 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 对 那么呢 当时呢这种让步 虽然我们说没有达成明确的协议 那么我们讲这里面起最大作用就是默契 我们讲任何协议是什么呢 你官方的协议也好 政府的协议也好 企业的协议也好 或者个人之间 你我之间的协议也好 所谓协议什么呢 就翻脸的时候用的 咱们按照协议 你的责权力是什么 我的责权力是什么 翻脸的时候用的 合作的时候不用协议 合作是要的默契 当时双方呢 我们说最大的什么呢 是只有默契 默契的基础是什么呢 是利益 就是广东的利益 陈济唐他的广东军阀的利益 和红军的利益 在这点上不谋而合 红军要走 红军并不想占领广东 并不想在广东建立根据地 我们要西征 要走过去 陈济唐这太好了 你不进来 蒋军也跟着不进来太好了 所以我让你走 你赶紧走 在这样的这个基础上 达成协议 陈济唐的核心 是红军不要入阅 就广东的简称为月 红军不要进来 那么呢 就是当双方达成协议之后 陈济唐的这个秘密谈判的代表 向陈济唐汇报 你看这个协议 达成了 陈济唐非常高兴 他没有想到 红军要给他达成这样的协议 他非常高兴 他要求下面 他直接给下面做了指令 只是在军师这级传达 捋这级 团一下军官都不知道 但是就怕团一下的军官 贸然行事 执行不好 执行不好 出问题 然后呢 就给下面规定 做了 敌不向我射击 不许开枪 敌不向我吸来 不许出击 这是他以底下的这个要求 当然他这个规定的实质 就是给红军让路 让红军通过 我们经常讲 蒋介石就是 他往往把地方实力派 作为他棋盘上的棋子 他没有想到 这个棋子绝不是被动的 这个棋子 它是有主动性的 当你盯不住的时候 你满盘棋 举马炮 当你盯不住 这个小棋子是要自己要动一动的 他要调整调整 调整调整位置 他调整一个自己最佳的位置 保护自身一个最佳的位置 这棋子本身是要动的 所以说呢 我们说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 通过第一道封锁线 第二道封锁线 总体都比较顺利 因为有陈济棠的掌握 总体比较顺利 这两道封锁线都比较顺利 但是也出了点小麻烦 就是陈济棠的部下 因为团以下军官不做传达 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时候 就出了点小问题 就陈济棠下面有团长 彭林生团长 狂妄自大 他觉得红军过来了 红军过来了 我可以 就说 我可以抓一把再走 他想打一下 结果呢 他就没有想到呢 红军当时过第一道封锁线的先锋 是红一军团 林彪前进速度之快 速度非常快 而呢 以运动著称啊 对 在这点里面还有一个难题 就是达成的协议最重要的 我们说第五条 双方互相借到 那么呢 第五条协议最难执行的是什么呢 后面还有一句 就是双方在借到之前呢 互相事先告知对方 我要过来 我要走这 你让让路 要告知对方 达成了这个协议 但执行非常难 对 大军行动机密违先呢 就保密是最重要的 你说我红军开始行动 我能事先告诉你 我要从哪走吗 因为毕竟是 你是军发 我是红军 达成了协议 双方心里还不能够完全百分之百的相信对方 你真的给我让路吗 还打掉鼓 然后 陈济棠也打掉鼓 你真的不到我广东来吗 你会不会骗我 你说明你要到我广东来 就双方都还是达成了协议 有基础的信任 但不是完全的信任 还有一些怀疑 所以说呢 我们没有告诉陈济棠 我们行动的事件 林彪作为先锋 部队速度非常快 这时候陈济棠下面一个团长 想抓一把 他直接跟红衣军团撞着 那就非常惨 就被打得非常惨 这个团打得就丢亏 铁甲 伤亡很重 逃出来了 这个团 彭林生团长逃出来了 行李自重损失也很大 然后呢 彭林生挨了他的军长 于汉谋 一顿臭骂 解职了 解除了职务 让你不要干 你要赶上 你让路 你让路 让开了就让开了 所以这是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问题不太大 小的这个战斗 第二道封锁线也是这样 就由于了这个陈济棠的这个让路 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 第二道封锁线呢 也很快 第三道封锁线 本来应该是湘军的主角 应该是湘军唱这个主角的 因为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 和第二道封锁线 速度太快了 湘军主角来不及唱 相当于还是粤军 所以前几道封锁线都是很快 突破都很快 这是使呢 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就是红军前面突破这么快 所以说呢 我们在经常突破封锁线的时候 实际上呢 双方达成这个协议 我们看 其实通过 我们说准确的说是通过封锁线 对方让路 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 都这么过来了 后来就有些人讲出这个话了 就当然是陈一堂的让路 给红军带来的 这个 西征之初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后来有些人把这个东西 过分的夸大了 夸大到什么地步呢 就说 如果没有陈一堂的让路 红军就完了 出不来了 我觉得这就太夸大了 陈一堂为什么让路 陈一堂呢 他在就八一南章起义的部队南下汤坑内战 他跟八一南章起义部队打过仗 打过仗 他当时就知道 哎呀 这个共产党领导军队很不好打的 非常难 但是八一南章起义的时候 陈一堂认为是什么呢 他认为是残部啊 现在是十半红军 入广东 他无法招架 他根本对付不了 所以说呢 陈一堂让路不是出于陈一堂的革命觉悟 他不是这个问题 也不是出于陈一堂什么 侧隐之心 他不是的 完全出于自身的利益 他以红军无法抗抗 红军入越 将要给他带来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说他在这种情况下让路 就说陈一堂的让路实质 不是为了红军 是为了他自己 对 不要让蒋介石进来 侵蚀他广东的利益 地方军阀最重视的 还就是自己的利益 对 苦心经营 我们可以设想 如果说红军当时虚弱到 能够被陈一堂消灭的地步 他会不会让路 他肯定毫不犹豫的扑上来 对 以后把你咬死了 然后向蔷爆空了 正是因为他吃不掉你 而且你可能对他带来很大的危害 这时候呢 让路就成为一种选择了 所以我们在一方面讲 陈一堂的让路 给红军带来的很大的方便 减少了我们的损失 提高了我们前进的速度 但是呢 也不能过分的夸大 把它夸大到 如果不让路 我们红军就完了 我觉得这就说的太过了 当然就是 对陈一堂的这个 给红军的让路 给红军带来的便利 中国共产党是始终没有忘记他的 到了他就 陈一堂早去世了之后 到了这个就是80年代 小平同志会见陈一堂的儿子 小平同志还专门讲过这个话 就讲了 就是令尊治月八年 确有建树 说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 把陈一堂抬得很高 实际上当然小平同志讲的话的时候 他还是有潜台词的 就是说共产党 没忘记你 没有忘记你 没有忘记老朋友 还是老朋友 就你当时为共产党做的东西 我们今天是全部都记得住了 当红军顺利地穿过了三道封锁线后 蒋介石才幡然醒悟 亲自着手 布置了对红军有真正威胁的第四道封锁线 也正是这道封锁线 对中央红军造成重大的损失 他主导这道封锁线 蒋介石已经做出了几个清醒的判断了 他就是在11月份 在三四年11月份 红军长征的一月之后 一次的战斗中 俘获了缴获红军一些材料 包括占领瑞金之后 也缴获了红军一些文件 从这些中判断出了这么几条 第一个 红军的突围不是战术行动 而是战略战略 他判得出来 第二个 红军的方向不是南下 而是西进 红军的这种战略转移和战略转移方向的判断 以七个月之前 就四月份 买中喜做了判断相比 已经过了七个月 但是蒋介石认为维持不完 他说现在正是中央军利用粤军 乡军 贵军 联合作战 维艰在乡贵边境 乡江之派 维艰 军的最好的时机 蒋介石讲了句话 他说红军不能走哪一条路 久困之时经不起长途消耗 你长途行军吗 你消耗吗 他说只要我们追赌及时 将士用命 政治配合的好 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 大家要好好策划 蒋介石把湘江这一战看得非常重 那么他在给他的追缴军的 中央军的总指挥 蒋介石给薛岳的一封密信里就讲了 他说自古以来 未有流寇能成事者 这自古以来 你看看流寇能成事吗 红军他认为已经成了流寇了 成不了事 他说由于军心里散 士族归土新切 明末李自成 最后败亡于九宫山 可为明正 现在是我们维艰红军的时机到了 他当时就搞了个计划 就是要在湘江办通过四股力量 完成对红军的夹击 这四股力量 我们说 就说薛岳的力量 薛岳指挥的湘军 就是他给了个名义和建 让湘军的总司令和建 当追缴军的总司令 蒋介石考虑 他考虑还是很周全的 他为什么不让中央军的追缴军的总司令 中央军的前提指挥 薛岳当总司令 蒋介石认为你让中央军的一个人当了司令 追缴军 进入广东广西 对方都要提防你 防备你 所以说让和建党 地方军阀 让和建党 和建跟广东广西关系都不错 和建的部队进入广东广西 他不会防范 白中喜的贵军两个军 陈济堂的粤军两个军 中央军和湘军77个团 总共40万的兵力 在湘江这一带 维艰红军以湘江以东 蒋介石一生不知道制定了多少个围剿红军的计划 而湘江作战的计划 他叫湘江追缴计划 确实是他的所有计划中的 可以说最为完备的一个 红军也是面临的一个最危险的险期 就是说我们在讲第五次反围剿中 红军都没有这样的险境 说到湘江之战的时候 就是在湘江的布访的时候 这时候将有两个主要人物要登场 一个是湘军的主将何介 另外一个就贵军的主将白崇喜 那么这两个人物 之所以说他们是关键性的人物 蒋介石要让他们两个人 做封堵湘江的两扇大门 就贵军湘军 做封堵湘江的两扇大门 这一条大约是湘江的位置 在这儿 我们说是泉州 在这个地方 兴安 在这地方贯阳 这一个三角形的地带 对 这就是湘江之战 当时一个就是说很关键的区域 叫全贯兴铁三角 因为这边都是山区 那边就是再往上是湖南 再往下是广西 当时红军要前进的这个方向 就是蒋介石的湘江之战 就是要在这个区域 全贯兴铁三角 为先攻农红军 全贯兴铁三角的中心有中心点 这中心点叫石塘 石塘是贵军布访的重点 那么呢 蒋介石给湖南的这个和剑 湘军提的要求 就湘军必须封堵湖南境内的湘江 和剑的力量 前出这个位置 要把湘江 读出 白中喜当时按照蒋介石的这个部署呢 白中喜它是重点 白中喜的力量贵军的主力前出之后呢 贵军就是沿着这一线布防 以石塘为核心 做南北的这个攻势 嗯 布防 这个时候呢 中央红军前进的方向是这样的 蒋军中央军 薛岳 以红军并行 薛岳 然后的话 蒋军还有另一路 周昏元 周昏元在红军后面追击 当时的局面呢 我们说呢 确实是很严峻 而呢 贵军主将 白中喜 以湘军主将 刘建旭 他们两个人已经在泉州会市 湘江大门已经关闭了 这儿还有陈济堂 陈济堂的两个军 这边是贵军的有两个军 然后上面是 他们的就湘军和中央军的 总共的77个团 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之下 当时局面确实啊 很危险 可以说红军陷入了明显不利的态势 如果红军过不去 只有掉头南下 或者广东 或者广西 而且广东广西的地方军阀统治 它相对的比较完备 那么呢 红军的生存扎根也非常困难 而呢 蒋军师也做了特算 哪怕红军硬闯过去了 薛岳的部队实际上已经这么过来了 在正面已经等着了 那么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破红军背水为阵 在这个位置 为奸你 所以说呢 我们讲呢 当时的这个局面 对红军来说是压力是非常大的 恰恰在这个蒋介石 非常完备的计划中出了问题了 他这个问题呢 出在哪里呢 第一个出现 关键是 第一个问题出在何见 湘军出了问题 湘军的问题在哪里呢 湘军判断 就是 蒋介石的意图啊 湘军你占领泉州 你还不够 湘军你应该继续往新安方向走 湘军你应该往这个方向来 应该站到新安来 新安是个很关键的地方 但是呢 何见的判断 湘军不能深入这么远 何见的判断呢 就是 红军很可能还要打长沙 所以我们还要防备往后面 红军呢 就是很可能最后的攻击 我们不能最后再把长沙丢了 因为何见丢过一次长沙 何见那次丢了长沙以后 在国民党军政界啊 声名狼藉 名誉扫地 名誉扫地 再加上何见打听到了 这回红军的先锋是彭德怀 他先锋是彭德怀 所以他就 何见就非常的有主力后制 就是他前出 何见首先就玩了个滑头 前出到泉州的是地方部队 民团 何见的主力在后面 战斗力相当弱 在后面 在永州这片区域 在后面区域 黄沙河那带区域 何见判断 就是他对红军判断 他认为他对红军很了解 他说红军就是什么呢 走边缘 走两省的边缘 走两军的边缘 而这个地图上 两省的边缘在泉州一北 两军的边缘也在泉州一北 在这个区域 所以说何见认为 决战区域在黄沙河 何见的判断 以最后发生了真实的战斗 差了一百多里路 所以他把作战重心 往北移了一百多里 这样就造成一个什么呢 何见的这扇门是虚眼的 他这扇门关闭是很虚的 何见主力后缩 不愿意担任广西防务 那毫无疑问 最重要的区域之内的防务 完全由白中喜了 所以说白中喜要唱这个主角呢 蒋介石他用人还是有一套的 就是用人之前先给钱 这是蒋介石的惯例 蒋介石一看白中喜这回要堪当 担当大任了 首先给这个白中喜 送来了三个月的经费 还送来了密电码的本子 我们联系吗 无线电联系 密码本作战计划等等 而且呢付了电报一封 蒋介石在电报里讲 贵部如能尽全力 在相贵边境全力堵截 配合中央大军 歼灭红军在惯阳 全线之间 就这条 贵军这条方向 功在党国 所需响待 中正不敢另语 不敢另语 你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绝对不会吝啬 不会吝啬 你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白中喜回殿 遵命办理 按照白中喜一讲 也是通着电文来说 红军有大麻烦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了 就说呢 乡军的这扇门 被合见虚掩了 主力后制 贵军这个门呢 也不结实 小诸葛毕竟是小诸葛 白中喜在布置作战的时候呢 他搞了什么呢 空中侦察 他派飞机出去侦察 先了解态势 了解态势 白中喜这个空中侦察 既侦察红军 也侦察蒋军 他侦察蒋军的这个动静 白中喜对蒋军是太了解了 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特点 空中侦察以后发现 就是蒋军的薛岳部 这部分力量 周婚元部 这部分力量 以红军保持两日的行军距离 不贴近 红军因为这个到往向南走 队伍庞大 挑夫很多 八千多个挑夫 速度慢 速度很慢 X光机都挑着 印钞机 X光机 印刷机都挑着 他发现薛岳部 周婚元部 中央军速度很慢 并不是权力 红军走 中央军走 红军停 中央军停 什么意思 这是白中央军脑子中画了一个大问号 就说红军走得慢 你为什么不追上去呢 为什么你也停了呢 而且呢 追缴军的司令 就是前提 总指挥薛岳 薛岳是白中央的老对手 1927年412反革命事变的时候 就是白中央就指定 第一军第一师市长薛岳必须撤职 因为薛岳思想左起 他杀工人 镇压上海工人 下不了手 必须得撤职 蒋介石听了白中央的话 把薛岳给撤了 我们看 这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这是1927年的事 1934年 薛岳成了中央军 追缴红军的前提总指挥 成了中央军的大红人 那么白中央就不知道 薛岳这个葫芦里 到底卖了什么药 很可能对贵军心怀恶意 很可能要深入贵军 所以白中央 他对薛岳就没什么好印象 对中央对蒋介石 就防了这么一手 所以广西 他原来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则 就是既防蒋也防共 这时候白中央得到了密报 因为军阀内部都是互相之间 你搞我 我搞你 互相之间 你有我的眼线 我有你的眼线 白中央在这时候 接到一封上海发来的电报 这个上海发来的电报 发电人是王建平 王建平是白中央过去 他的一个 就是白中央在保定军官学校的一个同学 他当时 王建平已经混入了蒋军的中央机关 就在中央中枢 担任这么个职务 然后密报给 把蒋军中央内部的情况 经常从上海一绝密电报的方式 给白中央报告 王建平的电报 上面就告诉白中央 说老蒋准备用杨永泰的叫一举除三害之计 就是说压迫红军入月入贵 然后蒋军跟进清除地方势力 然后把红军和贵军和月军全部加以收拾 叫一举除三害 三害就红军 月军 贵军 一并收拾 白中央当时就当时讲好毒辣的计划 他明白了 明白了以后 就下决心是什么呢 采取他的参谋长 那个刘飞 他的幕僚 刘飞的建议 他下决心对红军采取什么方略 就是不拦头 不斩腰 只击尾 也让红军过 就他的防线要做出变化 按照台湾的中华民国日志记载的 就在红军到达湘江作战地域之前的十天 就是1934年的11月17号 白中喜呢 白中喜到前方就到石塘 就是他的防线的中心点石塘 布置军务 白中喜到石塘布置什么军务呢 他下了三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 是向贵军向龙虎关转移 把前面路让出来 这第一个命令 第二个命令 部署于全冠星铁三角 以石塘为核心的贵军两师 由南北阵地改东西阵地 阵地怎么改 这上大门整个打过来 对红军是什么 侧击 不是正面迎击 而是侧击 我们可以看 就是蒋介石要围堵红军的湘江两扇门 索性打开了 他第三道呢 红军就是贵军主任 集结于工程 就主力集结于这个区域 灌阳 新安部分的 留少部分兵力 主力放在工程 整个做了调整 那么这一系列的调整之后 他下了三道命令之后 贵军的这阵地就出现了关键性的变化 红军前出的这条就突破湘江的这样一个方向就出现了 那么这个正面一闪开以后呢 按照湘军的记载 贵军的核心是什么呢 白中西指挥贵军的核心是放弃石堂阵地 这是个非常核心的位置 湘军 不坚守了 对 不坚守了 11月22号 就红军到达这个区域之前 前五天 湘军放弃了 旋管兴防守的核心阵地 石堂 在放弃的同时呢 白中西到底是小诸葛 他玩了个心眼 他呢 因为这些东西啊 是非常保密的 不能让老蒋知道 老蒋知道就麻烦了 也不能让湘军知道 甚至不能让陈继堂知道 所以说 他怎么要把湘军和老蒋瞒过去呢 白中西在放弃石堂阵地 核心阵地的同一天 他给核建发了封电报 他说 红军攻击傅川 所以说 贵军主力必须难移 难移到攻城 对付 攻击傅川的红军 实际上红军根本就没有打 这是个假情报 他也知道是假的 就是要蒙和剑 就是要蒙蒋介石 说红军攻击傅川 所以我的主力南下了 给自己一个借口 对 给自己一个借口 南下怎么办呢 所移防务 请湘军填补 他把皮球踢过去了 和剑接到电报是叫苦不迭 和剑的主力在黄沙河这一带 在上面 布置完毕了 根本过不来 你贵军你说闪就闪 你一下闪出了将近一百里的防线 谁来填补 我来填补 我填补得了吗 我的主力南下 我出现漏洞 谁填补我呀 和剑大怒大火 没有办法 那么这时候 红军前锋已经离贵北地区 离湘江已经非常近了 其实当时白中喜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之后 贵军内部也有一些不同意见 有些人提出来了说你这样调兵 湘江防线有闪怎么办 出现闪失 怎么对老蒋交代 这个时候白中喜说了他的反映他内心的最核心 一段关键性的话 我觉得白中喜这段话都能够流传于世的话 当然白中喜到了台湾 他不承认他说过这个话 他说老蒋恨我们比恨猪毛更甚 管他呢 有匪有我 无匪无我 就有红军在还能牵制蒋介石的力量 对我还能在 没有他们我也完了 我为什么要顶着尸锅盖给他造这个机会 顶着尸锅盖给他造机会 这是广西的一个民间里语 对民间里语了 说呢 白中喜说 不如留着猪毛 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 对要猪毛没了 蒋介石就会全力对付我们这些地方 如果挡不住 挡不住就挡不住 让他们过去就行了 白中喜他讲他很实在 他的部队两个军只有17个团 这两个军17个团只能打一扇门板 这扇门板如果挡了红军挡不了蒋军 蒋军将来乘虚从这一路进入广西 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得挡蒋军 所以他调过来 把他的主力设置于攻城这一线 形成这样一个态势 他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实际上是要挡这个蒋军的 蒋军 这个乡军 贵军 尤其是贵军 他在湘江防线的这个大门 在红军到达前三天到五天 打开了 这是一个呢 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被列为这个历史之谜 因为陈继堂让路 双方有协议 有谈判的代表 我方有何长弓 有潘汉年 陈继堂方面也都有人 就指名道姓都有人 而且双方都有笔记记录 白军军的人让路没有记载 毫无记录 没有记录 双方有会谈吗 没有会谈 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中共党史研究上的一个谜点 一个谜底 就弄不起 长期弄不清楚这个问题 包括这个美国人苏尔茨伯里 写了本长征文所未闻的故事 苏尔茨伯里采访了很多人 他说有证据表明 贵军的李宗仁白中喜之间 和红军之间有一项谅解 有证据表明 证据在哪里 拿不出来 一个是红军早期的一个叫军事历史家 叫徐孟秋 徐孟秋呢 在38年谈到的时候 当时广西的首领 答应开放一个区域 但是具体的也不详 然后苏尔茨伯里还引用了另外一位党史家胡华 胡华也是 就是中共党史著名的研究的专家 胡华也讲过这话 胡华讲的 就是说苏尔茨伯里关于 这条走廊 红军长征的通过乡江这条走廊的说法 是有根据的 有根据 但根据在哪里 胡华也不知道 今天我们看苏尔茨伯里去世了 胡华去世了 徐孟秋去世了 那么当时的这场谜呢 就是石神大喊一般 淹没在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历史的资料里面 没有成文的记录 但是呢 从国民党方面 尤其从贵军方面的 他们那些作战日记作战电文中 蛛丝马迹中 你能看得出当时的这种情况 当时的这个贵军的一些作战参谋 他的这个幕僚人员 所做的记录 白中喜还对他的亲信 部下半开玩笑的讲过 谁去给红军送个信呢 我们把大陆给红军让开了 让他们赶快过去 谁去给红军送个信 我们说这是白中喜讲的笑话 他不可能和红军建立这样的联系 也不可能和陈记堂一样达成这种默契 但是呢 白中喜呢 通过笑话的方式呢 也是解这种历史之谜 我们说今天也是历史上有很多 很多情况 其实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 历史之谜 当然正是有这个谜 历史具有它的魅力 具有这种魅力 当然我们说白中喜这个行动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来看 我们能够说搞得比较清楚 当然我们说呢 从国民党来看 在今天还在感叹 就相将围剿 工农红军 中央红军最佳的时机怎么丢的 他指责三个人 陈记堂 何剑 白中喜 三个人都指责 三个人都说是让路 说陈记堂让路 何剑让路 白中喜让路 陈记堂 白中喜有形可言 有形可言 何剑 忠心耿耿跟着蒋介石干 然后干了很多事 也被指责为让路 何剑呢 当然我们说你说何剑约不约 何剑其实他也不约 他也是间接性的让路 当他把主力 集中于湖南 不愿前身广西的时候 实际上 就已经在让路了 已经在让路 他那半山大门也打开了 何剑的女婿 湘军的一个市长李绝 后来成为我们湖南的政协委员 他就讲过 他说呢 我们湘军 他是何剑的掌门女婿 何剑的亲信 他说我们 我们湘军对堵截红军 是谁也没有信心 湖南方面的想法 只是如何能使红军迅速通过 不要在湖南省境内停留下来 这就是万期 当蒋介石在利用香军 贵军 粤军 共同合为红军 然后达到蒋介石 一石数鸟的目的的时候 香军 贵军 粤军 也各怀鬼胎 保存实力 然后呢 不让老蒋的 这种盘算得逞 那么实际上呢 也给红军长征呢 造成了一些 就是开拓了一些 这个可能的通路 要不然 我们讲呢 这面临的麻烦是非常大的 所以后来 为什么蒋介石指责这个 白中喜啊 说白中喜这种堵截 他叫什么呢 叫送客式的追击 我们说呢 蒋介石啊 你到这个地步 你其实最终来看呢 你怪不得别人 还怪你老蒋自己 对 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老蒋 你的心眼太多了 别人都防着他 你还是想用红军长征 红军西征 同时收拾地方势力 你的意图太明显了 你不能怪说是白中喜怎么防你 陈一堂怎么防你 何健怎么防你 你先看 你怎么准备收拾他们呢 你包括蒋介石 给他的 就是说中央军的前提总指挥 薛岳发的这个电报 讲得非常明显 就一面 弥平匪患 消灭红军 一面弥平军法格局 收拾地方军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都是各怀鬼胎 个人有一本账 个人有一本经 个人各念各的经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蒋介石叫什么呢 最终伤害其身 最终害他自己 就是为什么中央军和红军就保持这样的距离 他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央军以红军不做抵消 让红军去以地方军做抵消 这是蒋介石盘算 就你盘算的这么轻 你说别人 别人就不要做你类似的盘算 这从历史上也是不公正的 后来就说 当然是白仲喜让开了这个路 让开这个路 让红军通过 但是呢 白仲喜必须做出交代 他不做出交代 他对蒋介石也是不行的 白仲喜他就是什么呢 他最后 接红军的后卫 抓了一部分 就是老弱病残 抓了一部分伤病员 作为红军的俘虏 还抓了一部分红军的挑夫 红军的挑夫实际上是雇用了当地的 就是江西的老百姓 不管 一并算入红军 然后再找了 就是广西当地一些民众扮演红军 他拍了个片子 拍了个片子 叫贵军大捷 俘获红军七千人 七千人很多的数量 你得有人走过去 他镜头对着排 排红军 老弱病残 伤病员 挑夫和广西的一些民众扮演的红军 他拍了个片子 是拿到南京给老蒋交代 说是我贵军也是 堵截红军有利的 你看我光抓红军的俘虏 抓了七千人 他这样给老蒋做个交代 蒋介石毫无办法 蒋介石明明知道 他们在玩猫腻 也没有办法 后来蒋介石没有办法 只好就说 红军穿过了湘江了 出了境了 蒋介石要严令贵军伪追 当时贵军派的贵军第七军 他的一个就是贵军的主力 第七军 军长叫廖磊 叫廖磊率第七军伪追红军 然后白中喜 这是蒋介石要贵军伪追的 白中喜 那就说好 不得不伪追 伪追白中喜叮嘱军长廖磊 你要跟薛岳一样 与红军保持两日行程 就保持两日 红军走 你走 红军停 你停 两日行程 不与红军后卫发生交战 然后白中喜的第七军 就与红军后卫的董政堂的第五军团 第五军团后卫 保持两日距离 五军团走 他也走 五军团停 也停 不做接触 不发生战斗 老蒋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 很恼火 老蒋后来发现了问题 很恼火 给廖磊发电报 据说呢 要廖磊急追 赶紧追上来 又是说他老蒋讲的 维艰红军的好时机 赶紧追 然后呢 廖磊给老蒋回了电报 这个电报也是很有意思 电报讲呢 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 才能前进 就是蒋介石拿到了 廖磊这个电报 仰天长叹说 哎呀 这这成了外国的军队了 当然我们说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还必须要提到的 为什么 贵军开了门了 然后两扇大门 乡军那扇虚眼 贵军这扇打开 红军过乡江 还有如此重大的损失 这就是呢 我们在下集要讲的 就是为什么对方开了门了 对方不做正面堵截了 流出了这样的通道 我们过乡江还遭到这么大的损失 毛泽东主席说 长征是宣言书 是播种机 是宣传队 对 还有人说呢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 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 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所创造的人间奇迹 那么在下一讲呢 金一南教授呢 会带领着我们更多的去回顾 长征途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讲述一段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 呈现一幅波澜壮的历史图景 领略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著名军事专家金一南教授 为我们精彩解读国际背景下的 中国革命光辉历程 运用战略思维 战略意识 评点那段辉煌的历程